话说有一天 鸭妈妈正带着一群小鸭游玩 结果不知不觉就被水流推到瀑布边缘 情急之下 它们摆出伊兹长蛇阵拼命逆流而上 直到最后一只小鸭成功脱险 这让人感到好奇 为什么起初在逆流中后退的小鸭子 排成伊兹队形后就出现了涡轮增压现象 各个动力十足 开始逆流前进了 要研究这个问题 需要了解鸭子游泳时受到的阻力 由于水具有粘性 鸭子吃水的腹部会拖动一层 越靠近体表 流速越慢的边界层 这层水流不断消耗鸭子的动力 从而产生了粘性阻力 同时水流冲击吃水的腹部 使营流面水压升高 而水流从尾部离去形成漩涡 又让被流面受到窝流的低压区覆盖 导致鸭子受到向后的压差而产生阻力 由于该阻力是吃水部分的形状决定的 所以叫做形状阻力 另外鸭子前进时会将前方的水面推高 尾部的低压区则吸引水面下陷 于是叠加制造了一列同步前进的波浪 这列波浪也在消耗鸭子的动力 从而制造了星波阻力 当鸭子被水流推到瀑布边缘时 水力坡度会显著增大 逆流上行就需要在水面上爬坡来提高势能 因此又受到了坡降阻力 虽然这对成年鸭子算不上什么 但身边的幼崽却因动力不足 向边缘退去 情急之下 聪明的鸭妈妈来了个左满舵 双击全速逆流而上 使它的尾流突然增强 尾部的水压显著降低 给后面的小鸭制造了一个更加凹陷的水面 使其受到的坡降阻力减小 同时下陷的水面还削弱了小鸭推起的首波 降低了星波阻力 并通过身后涡流的回流区 时针后方跟随的小鸭获得了额外推力 因此它的动力已经能够跟上鸭妈妈前进 而它身后的小鸭遇到的水力坡度越来越大 坡降阻力会消耗掉大部分动力 使小鸭难以前进 因此大家紧密排成一列 在拼命登水中 后鸭都能利用前鸭尾流所制造的水面下陷 来减小水力坡 并降低首波高度 同时减少了身体前后的水压差 因此队列里的小鸭都通过前鸭 降低了坡降阻力 星波阻力和形状阻力 还可在一定距离获得前鸭涡流的推力 于是靠一字队形 减阻提速逃出升天 而这一原理也可让骑行中的自行车减阻 由于骑自行车时所受到的风阻 和速度的平方程正比 因此登得越快 空气阻力增大的就更快 能够轻易将人类数百瓦的骑行功率消耗殆尽 为此有人想到用汽车 带着一个大号的挡风罩前进 让登自行车的人躲在罩子后面 这样罩子里的湍流就消除了正常骑行时 因气流冲击而导致的身体迎风面气压升高 同时身体又处于挡风罩的涡流回流区里 会持续受到涡流的推力 因此自行车的虚用功率比没有挡风罩时显著降低 只要后轴的飞轮和中轴的崖盘减速比足够大 能让两条腿的速度跟上 那么就算驱动轮的推力很小 也能让自行车和挡风罩同速前进 为验证这一想法 几年前有人做过实验 让一个人在轿车尾部的挡板后方骑车 由于挡风罩的减阻增推 这个人能轻松跟着汽车提速 以至于车速达到每小时140公里 他还是能跟上 于是司机继续加速 发现时速逼近每小时200公里时 此人依然能在强劲涡流的推动下稳稳跟随 甚至他短时间不蹬脚蹬子 也只是缓慢后退 最后汽车速度达到每小时202公里 等自行车的人才因体力不支 坚持了几秒钟后开始后退 于是人们利用鸭子的减阻逃生原理 创造了时速202公里的自行车 涡轮增压速度世界记录